大家好,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 端午节刚刚过,每逢佳节被撕亲 不过一想到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机之后 还要大排长龙才能入境 马上就会觉得很累 如今从6月18日端午节开始 包括华侨在内的所有中国公民 以后就再也不用为入境通关排队太长而烦恼了 6月14日,中国公安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国家移民管理局在会上发布了新的措施 自6月18日起,中国陆海空口岸 实现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时间不超过30分钟 着力解决大型口岸高峰期中国公民排长队的问题 据新华社报道 2017年,中国出入境人数总数高达 2017年,中国出入境人员总数高达5.98亿人次 比2007年增长73% 其中,中国公民出入境达5.12亿人次 占出入境人员总数的86% 近年来,一些大型枢纽机场口岸和 港澳的大型陆地口岸 只跑一次的制度 确保申请人到出入境接待窗口 一次就可以办成申办护照等出入境证件的全部手续 此外,跨省异地申请输入境证件的审批时间 由30日缩短至20日 此前的5月1日 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实行的 还有海南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 也和海外华人们息息相关 对于爱好旅游的华人朋友们 这绝对是极好的消息 一方面可以使回国旅游更加便利 还可以约上国内的朋友 一起到海南相聚玩耍 这省去了很多回国续办签证的麻烦 以上是蒋洋洋为您播报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